沒有啦 就過年講好話而已 就只是這樣嗎 過年講好話 對啊 因為那個習近平就講得很緩慢嘛 然後沒有像以前那麼兇這樣子 那可是總統也是免理真啊 從來這個他們就是來贏很愛挑刺嘛 從頭到尾就講台灣沒有講中華民國 所以這也是一個刺嘛 那所以說 但是問題是你要想想看 就是說這個東西過年 只是大家希望過年的時候 不要這個什麼就很兇的嗆一嗆去 但是問題是兩岸到底局勢有沒有和緩 我想一點也沒有 就二零二二年來講 習近平的 站在習近平跟中共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一個對臺工作的大勝利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選舉大敗 所以他們覺得是他們大勝利 關他們什麼事 他們什麼事也沒做啊 沒有 他們做了很多事 做了很多事 但是問題是 反正他們就認為這樣子 只要國民黨贏 就是對臺工作就勝利 然後對臺 只要民黨輸 對臺工作就是失敗 所以臺辦就是看時間寫報告嘛 那一年韓國瑜高雄贏的時候 哇 那就是很大的功勞啊 可是你看看 如果你這樣子評估的情況之下 可是他對臺來臺的軍機 跟這個切臺灣的這個軍機的這個角度 有沒有比較緩衝 根本沒有嘛 越來越多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嘛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這兩岸的東西 當然就是說 不要在這個過年的時候 給大家一個什麼壞的這個氛圍 或是開始兩個領導人吵架或怎樣 但事實上各自的這個戰備活動 戰備活動還有習近平那邊的這個活動 一點也沒有稍緩嘛 所以說他還這個增加什麼價次啊 或威脅你或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根本兩岸 就是存在了一個基本上未來 預可預測性的這個地方性的危險 只是說他現在還沒有像北韓這樣 亂發這個飛彈這樣而已嘛 但是就是說你現在年底 明年 明年到底這兩岸東西 當然就是為了主軸 那你現在就攻擊說這個民進黨是 會讓大家上戰場 然後可是問一下 人家也跟你說 如果投國民黨的話 臺灣就要變香港啊 所以說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投啊 如果這樣的話 兩邊都這樣投的話 怎麼投啊 所以那到底上戰場的可能性比較大 還是變香港的可能性比較大嘛 大家去論述 那所以說你現在這個所謂的 內進的論述是一定要調整的 每一個要選總統人 論述都要調整啊 譬如說你們當時罵這個 蔡英文是兩國論的撰寫人 可是現在八年之後 他有講任何兩國論嗎 根本沒有嘛 他不向中間而行 那馬英九也是啊 大概以前他主張這個比較統一的 他上來是不同不獨不武嘛 然後這個陳水扁也一樣嘛 從這個台獨黨調到 臺灣前途決議文 那你現在侯友宜也是要舉一套 這個兩岸的東西來講啊 否則你們這個內部的深藍 那些選票啊 什麼吳思淮啊 講那些三不五十就會跳出來 讓大家提醒大家 投你們的話就會臺灣變香港 那這樣有比較好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兩岸的局勢 好這個從習近平上台 然後做了上台幾年之後 2015年之後 其實他就已經回不去了啦 其實那種氣氛就是最近也是在討論 就是說中共內部有一些 這個什麼煙花革命 或白紙革命之類的 然後中共就很喜歡 把這些東西通貸給美國 就是說這都是有外力在干預 然後連當年的天安門事件 也是說趙紫陽根本就是CIA派來的人 趙紫陽木寮也是CIA的人 所以就是美國人在搞的 那現在臺灣他更加更加的會把 這個美國幫助臺灣或是這個法案 這個授權法法案 牽扯到我們外力在幫助臺灣怎麼樣 這所以我覺得中共如果要找查 什麼事情都找得出來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不曉得挺會你自己判 不管是兵役延長的問題啦 或是剛剛我們這幾天 大家都在講說那個還稅漁民啊 六千塊 因為那個決策到底有沒有改變所有這些 民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對我們來講的話 尤其民心團不團結啦 或是或是能不能夠穩定 是非常重要 你覺得現在尤其小營政府 問題出在哪 你不覺得這一兩年 臺灣的民心都非常浮動 然後看到很多大事件之後 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所以他要的是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 你領導人告訴我 我該怎麼走 你帶著我走 你如果你的選項 你的提出的方法是對的 是不錯的 我願意跟你走 就像什麼東西 當初摩西 但猶太人出埃及一樣嘛 大家跟著摩西走嘛 所以我們需要那個是摩西 你知道那個摩西 摩西光環就看到海是那個樣 他把它劈開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敢走嗎 因為兩邊是那個海的水就是在那 他告訴你說 只要走到那才能到加南美地 你走不走 你還是要走 對 這個你剛剛這樣講 那就表示兩邊 你看起來會很心慌的 可是你要信領導人就往前走 對 但是小英就是沒有表現出 我要講的就是他到目前為止 沒有表現出讓人民覺得 我就跟你走 我信任你的概念嘛 如果他今天表現出這個東西來講 我相信選舉也不是選成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其實問題在哪裡 就是民心浮動 在這種所謂的 那個大的變局當中 你領導人跟他顯現出你的這個鎮定 可是小英在2020年的時候 拿了817萬票啊 但是你不覺得現在那個 環孫愚敏的那個事情 看起來那決策就是混亂嗎 一會兒說要 一會兒說不要 二零二零年我個人認為 不是大家想跟小英走 是大家不想跟國民黨走 OK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講那些民調 我覺得民調是可以被操縱 如果你今天問老百姓說 我今天 明天要跟中國統一你要不要 要不要習近平當我們的總統 要不要 但是你就說不要 但是你今天說要不要上戰場 他就說我也不要 所以那個民調看你怎麼問嘛 你怎麼問他的結果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一定要參考用 但是我覺得現在來講的話 老百姓找不出一條路 到底要該怎麼走 因為你今天來講 臺灣剛好就卡在這個政治動盪的 這個板塊上面嘛 就跟烏克蘭一樣 那烏克蘭為什麼 一開始大家也不看好他啊 但是後來為什麼戰爭一發生之後 他就變成 當然不是說臺灣一定要發生戰爭 就一定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英雄人 或是什麼東西出現 但是至少在這種陳疲時代來講的話 其實以前我常常有跟韓國人聊過一件事情 我說以前日本人在統治臺灣的時候 說臺灣人愛淺貪生又怕死 他說這個是日本人的話語術 臺灣人絕對不是 因為臺灣人跟韓國人是一樣的 是勇於抗爭的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誰去形塑你這個國家的一個 整體的意志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 這個其實跟蔣經國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他告訴臺灣說 告訴蔣經國說 你們的槍炮彈藥 沒有中國大陸強 沒關係 但是你們 因為他有帥一個公式 後面就S加W 那個S加W 就國家力量加上你的國家意志 你的全民意志 如果說能夠挺臺灣的話 來講的話 那你的指數拉高的情況之下 對岸來講的話 他如果民眾盯入 你看現在疫情的情況 那整個國家對他自己的領導人 自己批判是什麼樣子 所以如果對方的意志沒那麼高 整個解放軍如果不想打仗 臺灣民眾來講的話 團結在一起的話 你國力當然比他還要更強 他的概念是這個 你其實說真的 疫情 比如說金融時報講的那篇報導 他說這個疫情拉到一年 或什麼無助於事 那他的講法 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那同意的地點就是說 當然疫情拉越高 當然越好 再訓練越充足這是OK的 但是重點是 你國家的力量 絕對不是只有靠疫情 不是靠你的軍事武力 不是靠那些槍炮帶藥 那些不是說那些槍炮帶藥沒有用 而是說你今天來講 新的戰場戰爭 民眾能不能瞭解到新的戰場戰爭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的全民意志 是否辦法去 這個所謂團結在一起 如果你這個東西都做不到來講的話 然後每天看到你的任務 就是搖搖擺擺擺擺擺的話 當然民眾會害怕 民眾害怕怎麼辦 當然就是認為說 那我今天就是 執政黨是誰 我就投反對黨 反對黨變成執政黨之後 我在投反對黨 就是不斷的一直在循環 不斷的連入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個循環當中 那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不是